至 男剧跟 西洋剧 我都要 嗨大家好 我是干修家 我是马修梅 对 听到就是我们的名字 就知道今天是干嘛 时间 对我们今天要闲聊一下 马妹有一些看不下去的戏 对 常常在那边闲记 说我这个东西看不完 对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知道是不是大家也这样 我就去查戏剧 我就丢给马妹看说 我后来发现大家戏剧理由都很妙 对真的是口味都不一样 对就有那种我们觉得神剧的 都在那些戏剧名单里面 真的 而且其实还蛮多是很红的剧 大家也都会戏剧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聊一下 大家可能会意外说 原来这些剧在别人的眼中是这样 我很喜欢的剧 对说不定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也有可能是别人觉得是神剧的 有可能喔 对啊 或者是你看现在那个无法抗拒的他 还是很多人在推啊 那好像还是在Netflix第二名之类的 对或者是像凯特很喜欢的婚慈离曲 嗯嗯嗯 也是马妹的戏剧名单 对啊 所以就算我们两个口味很相近 对对对对 还是有不一样喜欢的菜 对啊 那马妹讲一下近期的戏剧片单 我最近第一部应该就是模范计人车吧 嗯 虽然说我觉得前面尤其是第一集的时候 我那时候一看觉得 喔好惊喜喔 真的 我觉得画面内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好 对我甚至我后来有想过 嗯 其实他也许把他拍的电影会更精彩 哦就把篇幅缩短 对对对对对 就不用拖那么长 对啊 对而且听说是因为后面有换编剧的关系 对因为他原本的编剧 他的风格就是从第一集到最后集 就是维持一贯的风格 嗯 可是导演好像觉得就是要启程 哈哈哈哈 要转了要转了 对他觉得已经到第九集第十集 嗯 你应该要进入比较严肃的阶段 嗯 我个人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对 导演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样就让我弃追他了 对啊 然后但是有听说好像会有第二季 真的假的 哦那所以他的收视率应该还是蛮好的 对 因为在连韩网都是很两集的评论 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本来就是要有一些转折的风格 嗯 因为你一直在办小案子 应该要有一些比较大的事件或者是 嗯 对啊 就要不然就很像一直在看小单元 哦 对 我可以懂他要有一个大的最终目的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中间的转折让我觉得看了就没有 一开始那个热血的感觉了 对啊 对啊 第二季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看看 看看第一集 嗯 这个就可以看一下 最近很红的纹身佐我也是看不完 我基本上我好像第一集都没看完耶 真的哦 对 因为玛妹比较熟悉就是日 应该说日剧比较明快的风格 对 不要说玛妹了 就是我们这些人喜欢看完剧的 对 也是会嫌 对 因为你知道哦 Diki就是那种新片一上就想要赶快看啊 哦 然后我有一点跟他讲说现在只有两集 已经不要 因为我会很习惯跳着看 对 然后因为一二集都在铺陈 我觉得不可能在那边耐着性子把他看完 他想想看说你一部片子刚上的时候 你一二集要让人家有兴趣继续看下去啊 对啊 这个就是模范計程车做的很好地方 他第一集真的是让人家很想继续看下去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就像纹身佐好了 嗯 因为他第一集还在铺陈 他在意大利的事情嘛 对 老实说我觉得那段根本不用演 哦很多人 网路上很多人这样讲 对不对 真的哦 真的这样讲 对 你就是口头叙述说 在意大利我把那里处理完了 就是 就还要CG烧葡萄园 对啊 然后因为那段葡萄园的CG被很多人嫌弃嘛 对啊 那边也是很多人讲 对因为的确蛮假的啦 但是其实他的 就是室内景的那些CG我觉得很厉害 哦 我记得我有讲吗 我还以为他说 他是不是真的去意大利拍啊 对啊 就以为他居然就是全部都是CG 所以就不要太嫌弃那个葡萄园 对 总不可能真的烧葡萄园嘛 对 但是我自己 文森佐是先气剧 嗯 我是等他演完了 因为我想说 好歹是一个花很多钱 嗯 拍的应该不会太差 对 然后又加上里面很多演员我很喜欢嘛 嗯 所以我先气 然后等他最后播完 我才一次看完 哦 然后我的理由 其实是因为真的那个反派 让人家很烦躁 哦 因为那个反派演的好像毫无人性啊 然后对自己把自己爸爸杀了 敏灭天良是不是 对 然后 他把自己爸爸杀了 反正就是爸爸快死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就让他没有办法 快一点走就对了 对 我已经忘记到底是拔什么东西啊 到底是拔 拔某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就是 敏灭天良啊 然后因为他弟 知道 因为他弟刚好人就在病房外 嗯 所以他弟才一直很怕他 然后他弟就觉得他很可怕 然后他对他自己弟弟也是那种 我没有觉得他很真心爱他弟那种感觉 嗯 就是人性不应该是这样 他就是你应该有个中间值 就是那个坏人通常应该还要有一些 哦 就像我们刚聊完的那个 健兴 嗯嗯嗯 为什么他 有一个理由 对 而且他为什么他人猪偏被人家骂成这样 就是你坏人不能一直坏坏坏坏坏坏坏 然后没有魅力 对啊 然后文森卓也是因为那个 也有可能欲側眼太想要表现了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编剧应该加入一些桥段 让他前面有一个原因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对 比如说他小时候被爸爸虐待啊 对对对 所以他才会那么气嘛 不然干嘛没事要杀爸爸咧 对 都没有 文森卓 其实你 里面东西都很硬啊 比如说文森卓本来就去 炸掉那一栋大楼 嗯 然后到最后为什么变成 在那边帮忙实现正义啊 哈哈哈哈 他这个人对正义一点兴趣也没有啊 其实都 才会去黑道当律师啊 铺陈都铺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哈哈哈哈 再来就是刚才讲到的 昏迟离曲嘛对不对 对 其实昏迟离曲跟上流战争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真的吗 我觉得都很狗血 上流战争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红 连我在澳洲的朋友都在看 我觉得上流战争的红啊 是因为就是韩剧 他是算开启一个新的 对对对对 风格 对因为应该是说 你找这一些演员 很会演的演员 其实现在他们全盛时期的 这些演员 来演这些狗血的内容 大家没看过的啦 对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 杀人的悬疑的成分 对 昏迟离曲是第一季 我觉得很无聊 因为第一季 他就一直在铺陈 这些小三怎么勾引老公 所以你看他有多夸张 连第一季一整季都在铺陈 第一季就是让老公 在出轨中 其中一个女主角 那个石碧莹 就是里面最漂亮 也很会工作 也很会打扮 就是那个什么都会 什么都很好的女主角 他是到第二季才知道自己老公外遇的 所以他第一季铺陈多久 那第一季就是 他会很烦躁 就是小三怎么勾引人家老公的系路 对 但是第二季 反而就是比较 在探讨夫妻之间的问题 然后还有小三的 小三的部分我都跳过啦 我不想知道 他们的心理转折 对 可是里面很多 有一些内容蛮有趣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正宫 完全没有人挺他 所以当初我也觉得 你们到底是怎样 你们有病吗 去挺小三是有病吗 就到最后点我就不挺他 好可怜 你就知道好多讨厌 然后也给我更惊讶的是 马妹居然秘密生理的二气剧 我其实很期待 因为我很喜欢第一季 那时候看完 蛮久了 因为我也是后来在Netflix上 突然发现 然后一次看完的 对 所以那时候第二季上的时候 我还蛮期待的 结果 看一看我就觉得 有点硬 就是内容很硬的感觉 大概第几集气的 我觉得蛮前面的欸 所以你可能可以有 就是有空剪回来看一下 真的吗 我就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 你会气这些剧 因为你的看片风格 跟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会 前面这里如果很无聊 就跳掉 对 我就跳过看后面 看看会不会比较好看 对 这样不会觉得 前面有一些铺陈 没看到吗 不会啊 还好 我觉得还好欸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因为韩剧都比较多 真的很多 通常不会看不同 对 又加上 因为第二季 就是你上次有讲说 因为她太像 就是变成警察 跟检察官之间 对啊对啊 在斗嘛 可是后面其实就有在 加入别的内容了 又加上就是演那个 警察的头头的那个女生 对 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她 嗯 我是因为她有演那个 请输入检索词 嗯嗯嗯 对她这里面超帅 哦是哦 然后更好笑的是 我就很喜欢这个 女生这个演员嘛 其实你看得出啊 她在演那个 警察局的那个 请报长的时候 也是很帅气啊 对 我后来才知道 她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个 李善君 嗯 的老婆 哦是哦 她不是在火山上 一直打电话啊 打电话啊 对 因为我一直知道 她老婆也是一个演员 但是我就 没有去查到底是谁这样 对然后 我也喜欢这女 女演员好几年了 我也没有去查 她就是李善君的老婆 没有想知道 她的另一半 因为秘密森林二的 前半部 嗯 我的想法跟你有点像 对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 剪警协调会 嗯 第一个协调会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啦 嗯 因为他们两个 就有点在要互斗 对对对 看谁可以讲音嘛 对 可是从第二个开始 就觉得多余 不需要 多演了 对 因为要拖十六集啊 所以我在猜第二个协调会 我可能看着他们讲两句 后我就跳过 好快哦 完全没有耐心要看完 因为我就会觉得 跟第一次应该顶多就差不多 对啊 它会有什么结果 不太可能 对 然后所以后来 虽然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 后面的剧情都记得很精彩 因为秘密森林二 其实我在网路上看 也是蛮多人气聚的耶 真的哦 嗯 应该就都是在 剪警协调会的地方 可能是哦 因为大家都觉得 烦不烦啊 怎么就是整个内容很硬 然后走检察官跟警察 对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我看韩剧太多年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会发生怎样的转折 所以我都会等 多集一点再看 哦 对啊 现在真的是要不是做这节目 有很多东西 根本不想看 对或者是被鼻子 要很早就看 对 以前都不用跟啊 就是可以跳着看 或是到最后一集 再一次看完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还好现在就是 网路资讯很丰富 对大家都会帮我做笔记 对然后所以我看到 有这样的内容哦 我就会再把它再 再抓回来看一下 我气掉的就是有那个 无法抗拒的他吗 哦 其实很多人在讲 宋江的演技不好 哦对 对 就是因为像那个 我看到就是有人说 蝴蝶翩翩 他们就说 我想说怎么会有人 气蝴蝶翩翩 对啊 结果他说是因为 宋江不管演什么戏 看起来都一样 可是我觉得 蝴蝶翩翩翩里面的 他没有扣分的地方 对啊我也觉得 就是演出那个 年纪该有的样子 而且主角我觉得 应该不算是他 对 所以蝴蝶翩翩 我觉得是他的安全牌 可是我觉得 无法抗拒的他就是 他自曝其短啊 嗯 对因为他需要演出 渣男的样子 然后他长得 其实有蛮正气的 对 对啊就像 如蝶翩翩翩 或者是 对对对 他之前苏伊厚 嗯 所以他演技就要很好啊 嗯 但是他就 又没有演技嘛 又没有演出来 那个邪气的感觉 对 然后所以我在看那个 无法抗拒的他 对 就会觉得 不知道这一出戏 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因为他慢改 对 应该要把就是 漫画演得更鲜明 可是我反而觉得 把人家的剧情 改到很破碎 哦 我个人觉得改得很失败 所以我就没有看下去 可是我后来发现 大家骂一骂啊 还是继续看啊 继续看的就是 这些海外的 Navis上面的 其实韩国的 收视率是很差的 哦真的哦 对 就是好像在1左右 所以那些梅亚 就是没有因为 中奖继续看 因为韩国比较没有 那么多为了看 谈恋爱而看的梅亚 我觉得 真的吗 就是台湾很多耶 就很多啊 所以他在Navis上 是聪明的 就是在Navis上 可以把钱赚回来 真的耶 因为你看他到 我刚才查 他到现在都还是第五名耶 他也有第一名过啊 我就觉得他 就是干嘛一直看 人家甜蜜 我不懂 他没有甜 而且他还没有甜蜜 不是吗 他不就是 有啊 反正就是泡友甜蜜啊 不一样的甜蜜 对 你跟我来看人家泡友 怎么相处啊 跟我屁事 不就打泡吗 然后连女生都很渣啊 女生就是有一个竹马 很喜欢他 然后一直跟他告白 他也没有拒绝人家 也没有接受 然后他又同时又在越泡 两边都想要站一下 看哪一边有机会 我就真的不懂 然后但是有很多人 很喜欢里面有一对女女配 对 所以我有可能会把他剪回来 就是只看他们两个的桥段 想要知道他们的魅力在哪里 那么多人喜欢他们 我是觉得凯特都蛮有耐心的 很多东西他都会戚剧之后 还会剪回来看 对对对 戚剧之后 我就很懒得再剪回来看 就无反抗剧 我会再又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因为太多人夸 我想说难道后面有比较好看吗 他们有夸吗 还是有蛮多人说 就是有帮他们讲话的 真的哦 对 你深深的恋爱 你后来也气掉 而且最近韦来刚好买进来了 然后他改名叫做 爱上深海的他 我想说 哎呀你骗名就破题了 对啊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 觉得是不是还蛮厉害的 因为你好像看完第一集 还是第二集 你才发现他是人语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还想说 哦未来你这样还没有播 他就直接跟你讲完结局哦 对啊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截了后 我就去查了一下啊 就发现 他真的还蛮多人嫌的耶 是真的蛮多人嫌的 而且你看都是两个 两个这么红的人演的 其实两个说实在是大咖 对啊 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十元里面很多戏演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男主角是林野刚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还是看了一下 蛤那我现在要讲一个人 我可能又要被大家攻击 为什么 林奈瑶我也这样觉得啊 哦真的吗 就是像他那个天堂 地狱一直被人家夸 可是我会觉得天堂 地狱明明就是高桥医生 哦高桥医生 我觉得高桥医生比较会演 连林奈瑶他演 跟人家交换灵魂 我觉得还是在演他自己吗 你不觉得他的脸 跟他在那个继母 差不多 对啊 他每一出都演得差不多 他演比较严肃一点 就是那个脸 哦就是表情一样啦 对 虽然林美也是差不多 就类似那样子对不对 对 所以是因为那个 漂亮女明星的通病吗 没有 可是因为我觉得林奈瑶 他就比较适合 去演一些搞笑的片 嗯 因为KKTV最近把那个 银之光 鱼干女又怎样 嗯 他就是买版权 所以我又看了一下 我就觉得 他其实在那里面 真的很可爱 就是他有演出那个感觉 对啦 我觉得还 不太适合演严肃的片 其实 可是他后来都一直在演严肃的片 可能大家想要改变形象吧 你总不能觉得 自己每天都只想要 演一些好笑的恋爱片 是这样有错 可是这个时候会变成 又又该 我料到刚才讲的 就是自曝其断 欸可是他们还是很红啊 你看像石原女美 还是很红啊 真的 对啊 到底为什么啊 粉丝不要骂我们 我不晓得 我觉得石原女美 只有法医女王那一部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天长地狱 我有看吗 然后我就觉得反的 更衬托高乔医生很强 对 因为他的转换是让你 他不用讲话 你就可以感觉了出来 他坏了 对对对 他用眼神 就让你知道 欸高乔医生真的是 一张开眼睛 我就觉得他变女生了 对 超强 他的眼神变超女生 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这一部 我最近有弃一个日剧啊 叫做 而且我当初超期待的 哦对 我们那时候聊日剧的时候 你也有讲啊 对 因为就是我的女儿 叫不到男朋友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兼演美剧的演戏了 对啊 我小时候觉得他超正 他其实现在还是蛮漂亮的 保养得很好 对 他现在还是很漂亮 而且他的演技还是很自然 他在里面其实演得非常可爱 哦 但是里面太多因素就是 因为剧情真的很奇怪 嗯 你说紧不紧臭 他完全没有紧不紧臭可言 哈哈哈哈 就是军情很分散嘛 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然后 再来女儿又太儿童 对 那女儿虽然说在这边被嫌儿童 但是他在演别的戏的时候 又被我们嫌长得太老 哈哈哈哈 他女儿叫做冰边美波 对啊 其实脸很漂亮啊 对啊 而且他现在很红啊 可是他真的很小姿 然后又加上他的打扮 嗯 演技应该 演技OK啦 但是就是可能我 我后来觉得剧情是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我真的不晓得 衬托不出来 演员的好 嗯 里面的男生都会很压扎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小事 因为我最近在开始在看日剧 大部分都很压扎啊 但是结果说剧情 他们就很需要刘海啊 日本男生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刘海 他有刘海没关系 可是他是整颗头都很厚重那样 就是 我跟你讲 你去看那个日杂那一种 介绍发型的 应该每个都是这样子 对我真的不懂欸 这是他们的流行 我后来没看完真的是 剧情太烂 但是我后来去查 他居然是名编剧 欸其实说不定会不会是因为 他是名编剧 所以他们就还是硬着头皮 让他写完 说不定他们一开始 弄到一半也是觉得很烂啊 对可是我好 我觉得超浪费这些演员的 编剧居然是北川月立子欸 长假欸 对啊 就是那种经典名作 都是出自他手欸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想说 我想要查一下 近况是不是都写得很烂的 就一查真的是 对因为最近其实很少他写的剧了 对然后而且他写的剧 就是被大家公认烂 骂被大家骂 然后居然说他在日本是老害 就是现在已经不行了 然后还不退下来 对然后就仗着自己 就是以前的资历 还在全类移植气死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接受我写的 然后还要找最红的演员来演 对可能还不能改剧本 就说我写的就是要这样 对我也他居然还有找过那个欸 韩国就是东方神奇的金载忠 是喔 来演很不好的剧本 好可怜喔 那他可是他就真的还是很大咖欸 才能这样 真的啊 虽然这里面我还是有收获啦 我就发现钢田剑矢还蛮可爱的 对他现在应该蛮红的 对他这里面演得也很讨喜 嗯嗯嗯 就是我有就是撑着看到第四集 他有提早结束吗 他这个总共不知道几集 我不知道欸 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有时候收视率如果真的很差的话 是会被提早砍掉的 然后我是一直看到有赤楚客串 哦 对啊 但是赤楚在里面演的也是很尴尬 不像欸 他在他很漂亮里面 就是真的演得很可爱 真的喔 我都想跟他交往了 他这里面是演一个巨星 但是很不符合他风格的巨星 就各种尴尬 我是不晓得 因为这部我真的那时候 看第一集之后就没 欸第一集可能没看完就没看了 可是第一集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还蛮有趣的欸 因为他就是在铺成一个过气的作家嘛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他女儿又是动漫宅 对 就是后面的走向 你本来很有兴趣 对 好那我还有在企业就是 我可以再讲一下是九尾狐传 因为我很喜欢李东旭 这是最近的吗 是前两年的 喔 对他 而且李东旭在里面是真的很帅 嗯 其实这部戏上以前大家就很期待 因为剧组一直在曝光剧照 哦 因为他在里面太帅了 对 有没有洗澡我忘了 但是很多洗完 有很多洗完澡的 因为就是一看到他就那种头发湿湿的啊 有带点水气啊 对对对对 但是女主角的人设真的很不讨喜 嗯 然后又一样 就是他弟弟坏到很不合理 嗯 就算是他弟弟对他有一些误会 可是也不会坏到他就是想杀光所有人类这样 对啊 然后也是受到渐兴的感染 对 所以也就会看到很烦躁 哦 对然后所以我也没看完 嗯 再来我一定会气的大概就是各种恋爱剧 我基本上是很少点开恋爱剧耶 我都会点开 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知道有不有趣 嗯 对就像月刊家我有点开 但是我没看完一样 哦 对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你那时候很期待啊 对就是因为恋爱剧有趣的话 真的会看得很轻松 嗯 像我之前就很喜欢红氏姐妹早期的恋爱剧 因为都很好笑 哦 大概看到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当做ending的这样 那大概八集就会结束了 因为前面他们会韩剧公事嘛 男女主角通常都会先讨厌对方 误会啊什么的 对 也不见得是误会有时候就是看对方不顺眼 没送就是没送 通常男女主角也会很反差 两个会是差很多的人 对对对 就会比较多有趣的故事这样 嗯 你看什么金秘书她的私生活 还有最近的月刊家 我都是前面觉得很有趣 哦 诶是你跟我讲的吗 说你有朋友金秘书她也觉得很有趣 哦 她看了两次 你应该确认她两次都是从头看到尾吗 没有没有 她有跳 而且她其实应该都只是想要看那个女主角而已 哈哈哈哈 可是女主角不有趣啊 没有就是看女主角漂亮也不有趣没关系啊 好吧 那要看照片就好 干嘛要去看戏 会动啊 哈哈 好女主角是真的很漂亮 寒昧的时候都比较可爱啦 嗯 然后到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太腻了 哦 然后他们大概有一整集就会演 就是很腻的坦念爱 我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看你们坦念爱 对 因为像日剧好像大部分会结束在可能在一起 哦 对啊 这样就好了 对 就是前面可能说啊 一直没有办法在一起阴错阳差什么 然后最后是哦 终于在一起了 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对 可是我必须说 我早期 嗯 因为那时候我还就是韩剧日剧都在一起看的时候 都有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两边的族群有差 嗯 因为韩剧的族群很多都会讲说啊 结局居然没有结婚 我就想说 妈妈结婚在关你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跳到穿白纱 然后就 是多想要推广婚纱啦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啊 在一起又不一定要结婚 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 哦 什么撒糖发糖之类 就是他们很喜欢看人家的谈恋爱 但这个真的是到处的女生 大部分女生都喜欢的吧 我真的我在看韩剧的时候啊 比较像剧反应要开始谈恋爱啊 然后接吻啊 什么我都会跳过 快快转 对 然后结婚就不会很久嘛 所以我通常是因为现在每一个OTE 十秒啊 对你都可以十秒 然后所以他们都会亲晚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很girly的 那个玲玲都会说 你为什么要跳过啊 她想说我等那么久 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然后我就会说我到底为什么要看他们这边假亲 你说你在路上看到有一堆人在结婚 会觉得很新奇 很快看人家新奇 看一下看一下 可是你就知道他们在演戏在假亲 对啊 我觉得你们不要那么爱看这些演员 也不要那么辛苦 没有他们可能要顺便 比如说如果是喜欢男主角 就是顺便幻想说 那可能是我 把自己带入吧 有可能 对啊 就会有心动的感觉 如果现在那个亲的事是我的话 多好啊 我都会觉得就是 鸡皮疙瘩 手脚卷曲 所以 你对丁妻是真爱 你只爱她 然后你知道 韩剧就很会鬼打枪吗 她就硬要演16集 对啊 然后通常大概第8集第9集 就会在一起了 甜蜜一两集 然后后面就会开始 要嘛就要有出生的秘密 哦 误会 这也太噁了吧 就有可能发现说 我有可能是她哥哥 之类的 就一定要搞得这么狗血就对了 或者是像最近我看月刊家 那种就是 原来男主角 还曾经借钱给女主角的爸爸 我觉得这真的很扯 最好是世界上都有这么多 这么刚好的事情 对而且她是全财产都借给她 所以她爸爸招楼之后 她破产哦 破产到想死啊 破产哦 就是一定要有这种 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然就是一定要 有出国进修的机会 有出国工作的机会 很烦 后面就是一些鬼打枪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 16集很难填完 所以他们就变成要放很多 莫名其妙的内容进去 韩剧族群真的太喜欢 她的历爱 你知道他们的网剧 虽然网剧通常 可能只有六集八集 可是网剧就变本加历历了 就是从头到尾都在谈恋爱 有啊我记得之前 而且你讲过蛮多个的吧 对啊 而且很多就是男剧叫女赵 不都是因为那些网剧红的吗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很有耐心 一直看人家谈恋爱 没有他们就喜欢 不是有耐心 他们喜欢 反正我曾经看过那种韩剧啊 其实恋爱剧 有很大的机会 是会收视率很差的哦 真的哦 我后来觉得啦 编剧跟老远 好像有在自暴自弃 就干脆锁定台 为这些喜欢看谈恋爱的市场好了 后面就一直在谈恋爱 是哦 你可能会觉得 韩剧的鬼打枪很烦啊 然后干嘛不一直谈恋爱啊 我会到时候在资讯栏 我会去查一下 回想一下到底是哪一出 你们去看一下 那有多可怕 哎你不要这样 所以下面就有人留言说 那一部我超爱的 哦对 因为你知道之前比较少那种戏剧的讨论 就是韩剧还没有到台湾没有这么红的时候 就现在韩剧真的有点夸张 因为以前我可能只能找一些同温层 对对对对 现在是每个人都在看韩剧 多少都会看 因为韩剧的类型很多种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要看人家讨论 都还要去百度贴吧 辛苦你了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他们讨论啊 就是已经演完了很长一段时间 男主角是江志幻 女主角是尹恩惠 他们都还一直在追踪 他们两个可能恋爱的迹象 你说现实生活中吗 他们代入也太深了吧 超深 然后一直在追踪 到底在一起的没 我觉得两个人可能想说 我们已经八百年没联络了 变化都删掉了 你们不要再查了好不好 反不反 我觉得聊情一句还蛮有趣的是 也许我们今天 我们之前讲的 然后你们都觉得 有一些说明他们看了 也觉得不喜欢 对 就是发现你们口味 跟我们差很多 那你们就可以听这一集 我们嫌弃人都可以去看 对因为如果我们相反的 说不定你就会很喜欢 对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在讲 什么婚子离去哪样的桥段有趣 然后外面就觉得 天哪我不要看 对就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聊天聊一聊 就是会可以知道说 别人看了 然后就可以告诉你 说这部戏值不值得看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很想知道 大家的口味啊 对啊 我第一部看的韩剧 应该就是My Girl吧 因为我那时候还是觉得 就是那个女儿 干嘛一直叫男主角哥哥 原来的时候 因为还不知道韩国的那个嘛 对我觉得她有蛾哦 然后又一直叫欧巴 那时候不了解韩国文化 结果殊不知 现在每个女生都期待一个欧巴 对然后后来 看到第二部第三部的时候 才知道说 哦那好像是他们 本来就会这样叫 对对对对 不是说那个女儿 特别做作 我看了第三部 大概 对应该是第三部 就是浪漫满屋 我跟你讲 Netflix上面有 好旧哦 你可以看到超稚嫩的人 好旧哦 浪漫满屋 对 是国中吗 还是高中 好像是高中 不是国小 随便随便 我现在对那个时间感 没有什么概念 我回去真的好好查一下 因为你知道 你像我保养那么辛苦 对 然后我每次出去 大家就会想 哎你女儿怎么大 你在几岁啊 然后她就会开始 很大吼大叫 跟人家讲我几岁 这个要再教育一下 对 我后来就是跟她讲说 就是你以后就记得 你几岁 再加18 就是我的年纪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 这样她还要先酸输 那她还跟我说 那你刚刚就加15算了 我觉得说15 在那里太夸张了 可是因为15 我后来爸爸有可能会被抓到奇怪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她后来一直觉得 为什么不跟人家 就讲啊 人家会觉得你很厉害 你看起来就年轻 我说不要 我保养 我保养人家 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10岁 然后 不然我那么能力干嘛 你知道我最近 你看昏慈离群 我们刚才讲 那个最漂亮的那个 对 她48岁 哦是哦 我后来就跟你 你说你知道她几岁吗 她说嗯 大概38 我就说 她48岁 她说真的哦 我说 但你觉得路 你在外面跟人家讲 说哎 我跟你讲 她48岁 她很高兴吗 哈哈哈哈 也好早就在教育 她这种观念哦 那她这次终于懂了 婚子离群 还救了我 这件事 所以她以后 就会算加18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就是闲聊一下 对 然后因为 我刚才滑了 像我们班翔 今天也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那个评论嘛 对啊 可是滑了一下 好像多了蛮多的 现在真的多很多 对 所以我们好像要整理一下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 我们开始要 那个学别人 前面 再开头先聊一下 对 然后就是 也是这样好像会比较 及时回复到 对对对对 然后挑个几个需要回复的 因为有一些 他们只是讲自己心得 不用回他 哈哈哈哈 我觉得器具理由 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们 说不定过一阵子 就是我们又可以累积一堆器具 对啊 而且你们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 你们有弃过哪些剧 然后原因 因为我发现有各种 千奇百怪的理由 没错 因为我真的在网路上看到很多大家 器具的理由 我都觉得很有趣 哦 居然连signal都有被气对不对 对 我记得马上没查到的资料 我有看到 对 他说他看就是觉得没有一直想要追下去的感觉 到底为什么没有 然后他说他有看火星生活 他就觉得好看 但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多耶 而且火星生活反而没看完耶 哦真的 我是有看完啦 因为要到中间有一点闷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太沉重 嗯 前面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就跟就是模范机电车一样 到中间突然变成好像不是我一开始期待的风格 我就觉得我就把这里当作结束 哈哈哈哈哈哈 对就像你说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以期待感 嗯 我觉得Signal还比较有趣耶 因为火星生活其实从头到尾都还是比Signal更沉重一点 对 他的主题设定其实也是蛮沉重的 对那你看居然有人是气掉Signal 然后他觉得火星生活好看 就很妙啊 对 你看像三茶花开始 记得你们有看韩剧的应该都还蛮喜欢的吧 对 但是他的原因我理解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孔小正是百搭 嗯 但是三茶花你的确他们两个比较没有CP感 哦真的吗 有点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配的感觉 嗯 对但是因为他整个剧情非常好看 因为人家会不会不关我的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看也有人说他们觉得前面也是有点无聊 可是到后面就是很多亲情的部分他们就觉得很好看 前面也不会无聊因为他也是那种一开场就有死人 哈哈哈哈 然后让你会很好奇到底谁死这样 这些韩剧都要一开始就先把人干掉 他那个死人的特征就是女徒角的特征 嗯 但是你很不希望他死掉 因为你最好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人 虽然说他可能未婚生子 然后自己把小孩一样大又开了一间酒馆 大家会一直把他想成随便的女人 哦 对然后就是剧情是这样再有趣 还有德鲁娜酒店的戏剧旅游 这个最好笑 我觉得超好笑的 因为我是没看过 但是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不像是很可怕的片 结果居然戏剧旅游是觉得太怕鬼了 对因为德鲁娜的鬼就连凯特都觉得不恐怖耶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可能真的心里很脆弱吧 而且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人说他到第四集就弃追因为他晚上做噩梦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天外有天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马妹已经觉得我的门槛太低了 一怕还有一怕怕 哈哈哈哈 真的啊就是因为说真的 其实我觉得韩国的鬼真的没有很可怕 对他们都没看过泰国的鬼 泰国的鬼真的好可怕 因为你知道那个韩国的那个审查电视的那个委员会审查的操演 哦因为他们都有分级嘛 而且他们会有一些东西 他们会觉得不适合在 电视上播 因为我上次就看到 也是在那个第六感 嗯 里面就有介绍一个职业 嗯 我才知道我这个职业 教稿员 反正他就是会帮忙 他就有帮忙省第六感啊 他会先看一遍 嗯 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不适合的话 帮他们删掉 哦是哦 然后才能播 以免他们被罚 哦所以是电视台里面的人员 对 他就说第六感真的很可怕 很容易被删是不是 就是每次第六感来 他就说天哪今天工作量要很大 哈哈哈哈 你也知道有Jesse Jesse一直很爆表 哈哈哈哈 对就是 如果鬼太可怕 又会被家长抗议 然后对 然后就会开始 又要分级 又要脚往上加 所以他们其实 真的没有弄得很可怕 难怪 那我不知道 可是他们真的 接受度真的很低吧 对 或者是因为 他对韩剧 太期待那些 很梦幻的感觉 也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对啊 然后像他很漂亮 韩剧版 他们就说 女主角黄振英是不是 他们就说他很吵 哦黄振英是 不管演哪一出都很吵 对对对 他们就说 就是他好像之前 演其他的也很吵 所以他们就一直嫌 可是他每次都接到 很不错的剧本 就是他演的都是有趣的 或者是 很有深度的 嗯 因为像慈盛 他就演过一出 可能八种 还是十六种人格 是哦 对女主角也是他 哦 对然后所以 我们都还是会 硬着头皮还是看 哈哈哈哈 然后但是会边看边骂说 到底为什么要找他演女主角 哈哈哈哈 我们真的是一直到那个 双甲路边摊 哦 我们才觉得他终于找到适合他的角色 他在里面还好啊 好像没有到很吵 所以我们才说终于有一个就是 弄得比较适合他的内容 对 因为他里面又算是鬼怪吧 因为你说他是鬼还不是鬼 长生不老 我觉得比较像鬼怪 嗯 你有看鬼怪吗 我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算了 反正鬼怪很多人气嘛 对 对因为鬼怪你可以挑着只有 就是BL系的时候看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恐流跟你东旭在里面很像BL 然后两个又很帅 哦 其实他因为像金高银的地方 我都跳过 就有女主角的地方都被跳掉 对因为鬼怪他也是一个死不了的鬼 他又有人的躯体 嗯 然后又有体温 就是其实德努娜的IU 还有双甲路边摊里面的黄正英 就类似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黄正英在里面演的 他常常还是要很吵 嗯 但是就是符合需求的 需求对对对对 对不是你是演一个漂亮的女主角 然后你却很吵 对 我觉得以前大家看黄正英都很害怕 但是他就都会配一些很厉害的烂主角 那就是大家只能去看 所以他经纪公司可能很厉害吧 我也不知道啊 我觉得韩国的女明星很可怜 就有一些很恶毒的人 像Dicky 他以前都一直说 黄正英一定是睡 睡很多 我感受到那个网路霸凌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男女很不平等 对啊 就是以前都不会人家说男主角有睡 对 就算男主角就是长得不好看 然后可以演男主角 他们也不会这样讲 没有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现在会的宋江可能会被讲 他可能都睡Netflix了 高阶女主管 就是他们就是有睡过知道 好他一直叫他演无法抗议演这样 讲后到胸 而且聊一聊又歪楼 对黄正英这个我就很常我认同 而且他真的常常演那种爱情喜剧女主角 还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很有喜感 他就是演得很夸张啊 所以很有喜感啊 可是不好笑话 哀伤 我觉得比较有喜感还是孔小震 他的爱情喜剧我都很喜欢 他比较不会那么做作 他的演技非常自然 对 他感觉是韩国女版木村拓哉 演之急是不是 我有这种感觉 然后因为马妹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是在看大家为什么弃剧 就发现原来日本的人医 居然有韩剧版耶 你知道吗 我好像有隐约知道 因为我不喜欢医疗剧 以前不喜欢医疗剧 他就叫什么Dr. Jin 那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很常看到大家会写说 就是韩剧就是改编出他们自己的风格 但结果这一部 居然是在韩剧版的讨论下面 大家都说 日剧版还是比较经典 我跟你讲 大部分医疗剧 我觉得真的还是日剧比较强 真的吗 因为之前Dicky 每次在看韩剧的医疗剧的时候 你看他也已经变形到韩剧这么多年 可是他每次看韩国医疗剧的时候 还是一直在骂说 这真的很假 这画面真的很假 那是猪皮吧 然后就开始讲说 人家日剧都是多厉害 多厉害 对 像仁依这个真的非常的现实 他开刀画面 就是你可能会直接看到肿瘤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个韩剧的医疗剧 就是Dicky一直唾弃 到这两年稍微好一点 因为像这次极致医生 极致医生比较写实一点 对对对 他的手术剧其实 连我的医生朋友都说非常符合 很贴近医生的生活 而且他们的就是医学知识 一直想办法要灌输给观众 对 硬要叫你学小尝诗 对啊 所以你说医疗我还蛮赞成的 而且你知道韩剧连医疗剧 都是要一直塞一些谈恋爱啊 对 虽然说人医里面也是有谈恋爱啊 但是像大家那时候 人医的女主角就是林赖瑶 哦真的哦 对但大家就是在那里面就觉得 还是日剧版演的最好 最经典 这个我觉得还蛮妙的 对因为我觉得医疗剧 谈恋爱没关系 可是不是变成就是医疗花痴剧 哦就是变成好像谈恋爱 才是主轴 对啊像金师傅很多人喜欢 可是我看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好像没有看完耶 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因为也是那个年轻的两个在谈恋爱 对不对 难怪我后面没看完 我了解了 对 就因为他们把谈恋爱的细节 放太重了 对就是太detail了 你会发现金师医生虽然里面大家都有一些情愫 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detail 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在讲他们五个人的情谊 然后你看他们谈恋爱其实已经比别处谈少很多 他们只要稍微再多谈 你又被我们骂 我们上次也不是都骂了吗 还特别开了一集来骂 你看那个GEM1 我们就一直说那种你谈太久 害他被虐这么久 对 结果就被分手了 他根本就是第二季的那个 悲情男主角 孤单寂寞人MVP 真的耶 好可怜 超可怜 你看他连吃饭都食不知味 超可怜的耶 我现在来做个结论 不能再讲 因为我们气太多剧可能都聊不完 就是越讲越久以前 我们本来还只是想说聊最近的就好了 对对对对 因为会觉得因为那个戏剧的理由也蛮妙的 对啊 大家的理由都真的很有趣 对如果说你们的口味跟凯特蛮像的话 我就会觉得你可能爱的破架 你可能看都没有看 那我会建议你啊 你可以进去 然后有北韩 你只要看到北韩军人就可以看 然后你只要有北韩军人 小段都很好笑 在对凯特来说 里面北韩军人才是主角 应该要开一个他们的特辑才对 对啊 然后真的很欢迎你们 可以就是用五星好评留言 跟我们你们特殊器具理由 我真的很好奇 哦对啊 说不定我们会看到 比我们查到的更有趣的理由耶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一点我真的蛮好奇的 像我这次真的对我来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 比我胆小的人原来那么多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弱的 好啊 然后我觉得 因为这次是器具 是我们自己刚好聊到 觉得蛮有趣的啦 如果你们觉得 干嘛乱讲闲聊的部分 还有什么内容 你们比较觉得有兴趣的话 对 对也可以来聊一下 所以除了普通点播以外 就是干嘛乱讲 就是让我们闲聊啦 对对对对 好啊大概像这样 对 然后今天的呼吁时间 希望大家给我们五星好评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拜拜